我昨天发了一个关于生力原理的一个视频 其实解释起来非常简单 你要想产生生力的话 就把空气往下压 给空气一个向下的力 然后空气就会给你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 只要在大气层当中 然后通过空气动力来产生的生力 全部都是这一个原理 而这个原理跟这个伯努力定律啊 跟什么环量啊 它的本质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但是我们从小学的那种 用伯努力原理解释的 这种生力的产生 没有办法解释以下几种现象 比如说我有一些飞机 它的这个机翼就是个平板 是不是没有办法解释它的生力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的前缘气流分离之后 是不是同时到达后缘呢 这个实验上已经证明不是了 上面气流快下面气流慢 这还是个事实 但是由于了没有前面这个假设的存在 或者这个假设是一个伪命题 那这样一个事实也不太好 也不太容易给人解释 但是啊如果就是牛顿一二三定律 在高一就已经学完了 所以说在高一学完牛顿一二三定律的时候 事实上就已经可以这个 讲生力的产生了 那就是气流本来从前往后流 然后我机翼通过各种方式把它偏折 然后让它向下了 那根据牛顿第一定律 这时候它气流肯定受力了 空气受到了飞机的力 那飞机也会受到空气的力 那飞机就向上受到了一个力 这个力就是生力 就这么简单 这个原理是现在几乎 现在的涵盖书里面说的比较多的 而且是逐渐在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一种一种说法 就是用博努力定律解释的那种方法 多少都有点漏洞 所以说我的希望是从一开始出等教育阶段的 就把生力的这个原理不要解释那么复杂 而反而是去用这个博努力原理可以解释 为什么两艘船行驶靠的比较近的时候 它们会有一个力把它们吸在一起啊 或者说这个拿个吹风机去吹这个乒乓球啊 类似这种现象 而飞机的这种这种现象越讲了 博努力定理可能会解释的越复杂